那佛格文讲的 一切众生本能都居足六众生徒 天言天耳 他心虚命 神族漏尽 每个人都有 现在这六样都不同了 什么原因呢 烦恼起来了 业障先前了 烦恼业障 把我们的本能障碍住了 不是没有啊 如果我们今天 把我们的障碍放下 本能就恢复 经论上告诉我们 我们只要把五种贱货 断掉 就恢复年种能力 天耳天言 这个天耳靈光了 可以收到 变法界虚空界的信息 炎放光了 能看到 能看到 六道里面所有的状况 也就是上面能看到 世界地 下面能看到 下面能看到 地狱 空间为次 没有了 本能 那这五种障碍 头一个就是神经 神不生活 偏偏 执着神生活 我是不散不灭的 我是自由自在的 我是能做得了主的 这神行吗 神不行啊 神不自在啊 那每一天要吃饭睡觉就不自在啊 我能不睡觉不吃饭不就自在了吗 他做不到啊 他不自在啊 做不了主啊 所以一定要知道 那神是什么呢 神是我所有的 跟衣服一样 啊 衣服是我所有的 身体也是我所有的 为什么 他不是的 我是不生不灭 身体是有生有灭 啊 我可以用他了 他不能用我啊 现在宣殡夺主了 我们搞颠倒了 变成身是主 我们都伺候他 都听他摆布 这就坏了 所以这是第一个关要放下的 要放下身体 知道身不生活 但是不能造他身体 身体是假的 借假修真 你好好的用这个身体 把自己不但向上提升 提升到明心见心 至少啊 也要把你送到西方 记录世界 那你这个身 使用的价值就高了 你真会用它了 第二个 叫边界 边界是两边 现在讲相对 或者说对立 五个人对立 啊 真年变 大小是年变 长短是年变 是非是年变 争妄是年变 邪正是年变 善恶是年变 全都没有了 今天阔修讲相对论 那佛法这个要不得放下 没有相对 诸位要晓得 相对没有了 你慢慢的会发现 整个宇宙跟自己是一体 一体就不能相对了 有相对 就有竞争 就有冲突 就有战争 就会产生 许许多多的灾难 我们要和谐 我们不要相对 相对是不和谐的根源 你看佛法这个列在第二 头个身见 第二个变见 第三第四 中国人叫成见 现在叫主观观念 我以为怎样怎样 其实全是妄想 所以这个妄想要放弃 妄想要放弃 我们怎么办 我们没见信 依靠圣人 为什么 圣人的这些思想 他没有善悟 他是从自性里头流出来的 我们没有见信 他们已经见信 从信里头流出来的 那就是我们自性的东西 不是别的 佛菩萨完全自性流出来 中国这古神仙像孔蒙 摇神鱼汤 他们东西自性流出来的 他的自性流出来 就是我自性流出来的 我不相信他 就是不相信自己 这个不能不知道 如果你知道 你爱这些东西 是爱自己的自信 是真正的自爱 无人是信的了 无常是信的了 四维八德是信的了 佛家的五界十善是信的了 六合是信的了 六度是信的了 普贤神愿是信的了 你要真正晓得 这是自己的 不是别人的 文书普贤 释迦如他见到了 我没见到 我见到跟他是一样的 所以他承认了 一切众生本来是佛 净土宗的理论 建立在哪里 观经上 释迦说的两句话 是行是佛 是行做佛 净土宗的理论 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佛是我的真心 我的真心就是佛 真心就是自信 自信就是真心 这一个一桩事情 佛说了几十种的名称 说的不一样 这是佛教学的善巧方法 为什么呢 叫你不要执着名词 名词不是真的 你要懂得名词里头的意思 不要执着名词 佛是名词 菩萨是名词 都不可以执着 自信是名词 烦恼是名词 别执着 知道他懂事 什么意思 随便怎么讲都可以 所以你才能横顺众生 一以不一语 就能做得很顺 无论人怎么讲都点头 很好很好 讲错了也很好 慢慢在引导你 首先建立的是 你给他一个印象 你真关怀他 你真照顾他 你真想成就他 你真爱他 这个信心建立了 他就相信你 他听你的 你才能教他 如果一来的时候就批评 批评他之后 他就跟你生嫌疑 就不愿意跟你在一起 他好的地方不能发挥 他坏的地方不能改进 所以这些道理一定要懂 随时